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耀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鐘看什麼 先帶大家回顧剛結束的初音合作 夢魘及歌姬的機場 這夢魘集和下游夢魘以及四風災二一樣 隊伍要有無數才能進關 關卡也有一個看起來蠻放水的場景記 但這種場景記一出現 要嘛就是像波羅斯一樣被打爛 要嘛就是關卡有一定程度上的不舒服 很顯然歌姬是不舒服的那一個 開局一樣是高C追打 而且還把一種珠子禁掉 對於全美戰全周數來講又會是一大考驗 另外關卡裡還有單回合30目 泡沫珠 結界30字 相當的不討喜喔 通關隊伍數是108組 雖然沒有像上一個合作夢魘 希致克利夫那麼誇張 但這個組數也不算高到哪裡去就是了 通關隊伍一開始又可以看到遊俠和遊俠鴨 這絕對是真愛黨 上修的賢者無數全數畢業 直接貢獻家武 下面還有一彈初音輕規 以及一個超莫名的布魯克 再來就是21年的悲迷呼 拿到了小孩還有基層 接著就是22後的表演了 偷偷表揚一下自己 每戰是我填表的 純組統計有44組 初音二彈的出現真的有讓機械再多集組選擇可以遊玩 出場總計這邊最高的是美少女戰士和主席 當中E34就是巨人公車三人組 第五名的子龍貢獻也很大 30目一回合就可以處理掉 我一樣會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就進來逛逛吧 OK 上次今天一分鐘看什麼 大家對於合作夢魘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